第26章 冰雅堡的抵挡 冰雅堡被拽入的深渊 单单一散的气息 便让罗锋感到心中忌惮 这早已失去的 不知道多少轮回时代之前的远古文明 手段果真是厉害啊 不愧是能够创造宇宙周的文明 单单一个断东河对木陵之周改造后 都能令木陵之周有这么可怕 电厅中的200多名强者们 都在仔细聆听 想要听声音来判断冰雅堡内 神眼族一脉的命运 毕竟是至强至宝宫殿 在里面很难死吧 没听说吗 在断东河的家乡 在那个远古文明中 根本就没至强至宝的说法 无数至宝蕴含的文字 都是那一文明的文字 显然都是那远古文明留下的无数至宝 断东河既然敢说 那恐怕就是真有把握 没至强多宝的说法 什么意思 一些强者忍不住悄然议论起来 罗锋同样脑海掠过无数念头 对 那远古文明强大无比 有着比宇宙最强者要厉害得多的存在 甚至两大圣地始祖 都不一定比得上那远古文明最巅峰存在 眼界一高 这对兵器看待自然就不同了 单单自己经过羽翼空间等一番闯荡后也知晓 至强至宝也有强弱之别 在弱者眼里 无法发挥至强至宝的极限威能 自然难以判定谁强谁弱 可是在圣地始祖 在断东河 在更加可怕的存在手里 自然能够判断那些至宝的强弱 所以 在远古文明中没至强 这一说法 对于所谓的至强至宝 在远古文明怕有更清晰的划分 不过那划分对自己意义不大 因为这一时代 最强的也就是宇宙最强者 至于两大圣地始祖 就从来没从圣地宇宙出来过 外界势力都怀疑 这两位始祖是否还活着 事无羽翼 本是六对羽翼 罗锋暗暗点头 按照羽翼之灵的祭祟碎片 应该是两名超级强者交战 另是无羽翼破损 是无羽翼 这等不可思议的至宝 都能沦落到这一地步 那两名超级强者何等可怕 估计也是远古文明的强者 和远古文明一比 过了无尽轮回时代后 实力退化明显很严重 远无法和那文明相比 正当罗锋遥想远古文明 想象远古文明的厉害 猜测远古文明为何消逝在时间长河中是 哇 电厅内的地面再次裂开 正是之前裂开的位置 溢散着可怕的气息 嗖 嗖 嗖 三道流光飞了出来 悬浮在了那雷伊魔神面前 这三件物品分别是一件拳头大小 宛如冰玉雕刻的冰牙宝 还有一座奇异的异兽雕像 以及一颗璀璨夺目的三色珠子 这三件宝特按照你们的划分 有两件属至强至宝 还有一件颇为特殊 虽不如至强至宝 我觉得也挺适合你 段东和俯看下方笑着道 雷伊收下吧 雷伊魔神正正看着眼前的三件宝物 目光复杂万分 这 这三件宝物 冰牙宝 那不是真神剑 换新桌 旁边的二百多名强者们 特别是那五位宇宙最强者 更是一眼看出各个位置掩热 但是紧跟着各方便震撼喧哗 起来 啊 三件宝物 神眼族一脉死了 第二真主和第七真主 都在冰牙宝内 他们俩都死了 那些个宇宙之主还能早点自爆 凭借分身之道 或许还能存活 可是第二真主和第七真主可没分身 想要逃都逃不掉 两位宇宙最强者啊 都是有至强至宝在身的 竟然就这么被杀了 太 太 这 这简直 那远古文明太可怕了 这二百多名强者们都为之扎舍 至强至宝宫殿 在他们眼里 那就是绝对的安全之所 除非不要命冲进其他小型宇宙 或者是去核心之地 或者闲命长去闯轮回等等 否则的话 根本没办法隔着至强至宝宫殿的保护 灭杀里面的存在的 眼界 以端东河的眼界 自然知道没什么质宝是绝对无敌的 冰雅宝在他眼中 他迅速判断出冰雅宝的威能和弱点 电厅内其他二百多名强者 又是震惊 又是羡慕 毕竟是两件质宝 加一件幻心珠啊 幻心珠乃特殊宝物 适合用来施展幻术攻击 并且也具有镇守灵魂的作用 是一件在灵魂方面极为强大的宝物 而雷伊魔神天生便适合施展幻术 幻心珠你能轻易认主 断东河俯看下方 直接倒 而剩下的两件至强至宝 冰雅宝 你意志够强 你也能认主 唯有这真神界 想要认主非常的难 你回去后细心琢磨琢磨吧 耗费时间或许能成 雷伊魔神激动点头 他也干脆 直接当场迅速认主 幻心珠 冰雅宝 果真都是一蹴而就 哈哈 我虽有诸多巅峰至宝 可真正特殊宝物 就雷伊已见 雷伊魔神凯探 一直近身厮杀 而我的幻术之能 一直美好的宝物 现在有幻心珠 我的攻击手段要强得多 再有这冰雅宝护身 神眼足 雷伊魔神的九对眼睛 闪烁着凶光 这让其他二百多名强者 都暗叹 可怜的神眼足 雷伊魔神实力一强 出去后 怎么可能放过神眼足 谢断东河大人 雷伊魔神感激攻身 事情已了 大殿之上 王座上的断东河 微微点头 你也可以离开了 其他候选者 断东河目光 扫向其他二百多名强者 马上即将开始接触传承 一旦接触传承 失败者则必死 且是灵魂湮灭 诸多分身 进阶灭亡 我之一脉 必须有灵魂才能修炼 所以我所选的 都是有灵魂的 自然也有 对付灵魂的手段 二百多名强者 各个一惊 对 还真是如此 在魔方遗弃那点 淘汰掉的 岩具之主 还阻等一些生命 根本就没灵魂 而一些能进来的 其他岩石生命 植物生命 都是较为特殊的 都是有灵魂的 凸礁第三坛景者 仅仅就银河和碧穴 段东和俯瞰下方 冷漠到 最有希望的是 他们两个 而突破第二瓶颈的四位 也有一丝希望 至于突破第一瓶颈的 除非你们能在短时间内 潜力爆发 否则就是凑数的 现在雷一 以及其他五位宇宙最强者 我都会到他们离开 你们中如果决定要放弃的 也速速抉择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段东和声音在电厅中回荡 电厅内则是一片寂静 这次传承从一开始 段东和便一直给 候选者放弃的机会 只要没接触传承 一切都好说 而马上即将开始接触传承 所以这便是最后的活命机会了 连躲在冰牙堡内的第二真主 第七真主都完蛋 谁都不敢存有侥幸心理 我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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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就有一个 各强者主动站出来要退出 比如原始宇宙人类 一方突破第一瓶颈的 彭宫之主和一名宇宙尊者 一名不朽神灵都选择退出 你们都退出 能够突破第一瓶颈 你们俩潜力都非凡 去传承也是送死 我族已有罗锋在 你们去也无用 虚拟宇宙中 巨斧创始者直接道 至于彭宫乃我族的支柱强者之一 没必要送死 是 你退出 至于我族其他强者 让他们去闯 记得 将诸多质宝带回 损失那么多质宝 对我族可是个打击 是 你退出 将至强质宝带回 至于我圣地其他强者 进阶去闯 无比获得足够多的传承讯息 是 各方势力都在迅速安排 因为各个原因 或者是带回质宝 或者是心疼某个强者 不愿其当炮灰 总之 电厅内退出数量 的确在飙升 片刻 木陵之洲 那隐约朦胧的电厅中 决定继续去接触传承的 只剩下236位 其他数十位 进阶是退出要离开的 你等速速离去 段东河遥指远处 轰隆 狼道的闸门开启 沿着来路返回 段东河喝道 六名宇宙最强者 包括雷一 诸位宇宙之主 极少量的宇宙尊者 不朽神灵 迅速地飞入狼道中 很快便飞离 消失远去 并且 轰隆隆 闸门又落下关闭 在电厅内的 236位强者们 个个已然下定决心 宁死 务必传回部分讯息回去 罗锋目光看了看周围 暗自钦佩 在场236位 注定了有235位 必死无疑 而活着希望最大的 也就是罗锋和碧雪尊者 至于其他强者都是来冒险 特别是突破第一瓶颈的几乎等于是来送死 每个族群能在各自轮回时代中崛起立足 都是因为族群强者在关键时刻怨战出来 其实强者们从底层一步步爬上来 历经无数生死 他们早就将死亡看得很淡 只是要知道死的值不值 为了族群 为了族群能超脱轮回永恒存在 死也值 你等已无后退之路 段东河起身 注定只有一位能接受我段东河一脉传承 随我来 段东河转身看向王座 哄 王座以及王座后的岩壁忽然裂开 无数的瀑布声哗向传递来 甚至隐隐还有一些飞琴鸣叫 异受嘶吼的声音传来 那是一广袤的独立空间 这是我段东河一脉的传承空间 段东河眼神渺渺 缓缓到 几乎历代强者都在传承空间内接受传承 我也是如此 达得有点猛灯 传承空间 后患而言 Vous 找到白车便当 无作意 不打算 好